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宣武区的轿场口 墙上贴出了白纸黑字的腾退通知 人们都在若有所思的看着 这里腾退之后人们会不会一夜暴富呢 这个地方呢也是自愿式退租 申请人按补偿协议的约定腾空房屋 包含自建房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宣武门的老城区 轿场口头条 明代时期这里是军队训练的地方 当时叫做将军轿场一条胡同 到了清末时期改成了校场口 但是北京人呢还是习惯叫他校场口 当然了啊这边不止这个头条一条胡同啊 还有三条四条呀 包括周边的一些胡同 胡同里边的这个院子呀 也都成了大杂院 其实校场口这一片呢 这种的平房已经不是很多了 因为周边呀都是新盖起来的高楼大厦 您看前边那个高楼呀 就是新华社的工作区 之前也拍视频说过啊 北京有很多会馆啊 像这边呢会馆也是非常多的 因为好多会馆都集中在南城 大家看眼前就是一家会馆 叫做山左会馆 大家知道这是哪的会馆吗 山左呀是山东省古时候的别称 那为什么叫做山左呢 在古时候啊 以太行山为例分山左山右 山左呢就是山东啊 所以这是山东省的这个会馆 山东会馆呢是乾隆时期 乾隆命这个刘雍所建的 当时京城里除了孔面 这里就是主要祭典这个孔子的场所 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 这里边现在也已经成了大杂院了 当时这个山东会馆是非常大的啊 横跨了整个三条胡同 这个胡同里边 不光这个山东会馆成了大杂院啊 这周边几乎都是大杂院了 私房真的很少 您看这儿 这是养鸽子的 岛北京的这些胡同里边啊 虽然院子都不是很大 但是胡同里边呀 都是非常有生活气息的啊 这个门口呀 也贴上了这个通知 也是这个腾退通知啊 您看看 几乎都是这种大杂院 独门独院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刚才进胡同口的时候 听到这里的 这个叔叔大爷们在聊天啊 几乎每家每户 面积都不是很大 十多平 有二十多平的 就算面积大的了 住在老北京的这个胡同里边呀 就是住房面积啊 都非常的小 居住起来呀 非常的不方便 您看看 这小院子 您肯定会说 还真的不如农村 自己家盖的那个房子 又大又宽敞啊 说到这儿啊 您肯定会说 您别看它又破又小 这一腾退呀 肯定就会一夜暴富了 但是我跟您这么说啊 腾退和拆迁呢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而且这里呢 大部分又都是工房 也就是说是房管所的房子 您想想 这里腾退还会一夜暴富吗 这边呢 就是胡同的七号院 最早这里是云南会馆 在解放前呢 这里也是重要的革命基地 里边的房屋特别的多 但是现在呀 也已经成了大杂院 面目全非了 由于这里边呀 还住了好多居民啊 咱们也不方便进去 只能在门口呀 看一眼 您看门口停放了 这么多自行车 您肯定就猜到了 这里边住的人 肯定特别特别的多 这个院子啊 也是这次胡同里边 面临要腾退的院落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边贴出来的通知啊 不是整条胡同都要腾退 它是一部分院落先腾退 这里是胡同的一号院啊 墙上也贴着这个腾退通知 咱们站在这个一号院的门口 看一看啊 看看有没有已经腾退完的 大家看啊 这个院子里边看样子 目前还住着有居民 但是这个屋看起来像是腾退完了的 也都是 也都已经是大杂院了 其实这次腾退呢 主要针对的是工坊 前边墙上贴着这个腾退通知啊 您看这几位大爷呀 正在这讨论着 还有一位大爷呢 在这仔细看着这个腾退规则啊 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吧 就是这附近的这几条胡同啊 接到腾退通知的院落啊 就可以申请腾退了 您看啊 叫场口头条呢 是一号远二三四六七九十一 还有这个叫场口三条四条啊 但是这些院落呢 刚才听这个住户们说啊 大多都是工坊 不是所有的院落都腾退啊 这边腾退啊 补偿呢 听邻居们说是算下来一平米大概十三万左右 这是所有的费用 这个价格和大石烂呀 还有中古楼这些老城区腾退啊 补偿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听到这儿啊 外地的朋友肯定会说这样还不错呀 已经给的很高了啊 但是您刚才也通过我的视频看到了 胡同里边呀 大多都是大杂院 房间呢 也都不大 差不多的就是十多平左右 那咱们就给他按十五平十六平算 您大概拿到的补偿款呢 也就是一百六七十万左右 但是别处如果有房的话呢 拿到钱就可以走了 但是啊 如果您其他地方没有房子 给的这些补偿款呀 您还要去买房子 而且买的这些房子呢 是共有产权住房 有两个地方可以选择啊 一个是南四环外 丰台南院那边的共产房啊 个人产权是45% 价格是22000一平米 还有一个是美兰湾的 个人产权比例是70% 售价是24500一平米 那都到了大兴了啊 这样算下来啊 您这个补偿款呢 刚刚购买一个小两居 70平左右的这个共产房啊 这是共产房啊 如果您过几年呀 想要上市交易啊 也只能拿到您个人部分的 这个溢价增值啊 刚才咱们算的都是按 15平米左右算的啊 如果这个住房不够15平米 更小的话啊 拿到的这个补偿款啊 如果您想要买房子啊 都得自己要添钱了 咱们这样一算 您就明白了吧 走与不走啊 都挺煎熬的 所以说现在这个拆迁和腾退啊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如果是私房啊 面积又大 那肯定就不一样了 而且刚才咱们在那个通知上 也看到了啊 只有200套房子 先到先得 如果您走的晚了呀 想要选选这个房子的朝向了 都没得选了 别说选这个房屋的朝向了 走的晚了 有可能都没房子可选了 这些面临腾退的住户呢 都在考虑啊 是走还是不走呢 所以说啊 现在已经不像原来 北京老城区 拆迁一夜暴富了 一夜暴富的情况啊 早就没有了 现在是自愿式退租 就是说您实在不想走呀 也可以在这继续住着 但是啊 您这一个院里 如果住了好多家 其他家都走了 就剩您自己在这住这了 您也不可能一家 住这么大的一个院子啊 他会把其他院里 不走的居民啊 都集中在这一个院子里住 按照你以前的住房面积 给你分配住房 整个院落腾空了啊 会盖一些现代的四合院 您看 这就是腾空了的四合院 现在正在盖着呢 这些四合院盖好之后啊 是什么人来住呢 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如果是您 您是选择留在这呢 还是选择腾退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啊 那好了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咱们下个视频见